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开这台车上手难度确实不高 但现在呢新款的车型是配备了有智能领庞系统 很好的稳稳的保持居中位置 加装了FSC 我能感受到它的底盘的行驶质感会增加有30%以上 高速120巡航就... 上左右的油耗 非常有活力的Song Plus DMI冠军版 我们可以看到颜色不一样的 那造型方面也确实是相当的前卫 那今天我们要做一项千里挑战 就从陕西的西安开车到北京 一路会路过郑州石家庄 一共1200公里左右 我非常好奇这一车它的溃电油耗是多少 并且在各个方面我们将一路跟大家来分享 好了 我们一起出发 现在我们是满油 然后这个电量是92% 前期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混动模式打开 好了 看一下在这种保电模式下 它的一个电耗和能耗到底是多少 我们在城里兜兜转转 现在跑了大概10公里左右 马上上高速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路过了比亚迪工厂 然后现在这个能耗是表现得相当稳定 我们开到22度的空调和两挡风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发动机是没有启动过一次 你看很多纯电车一般都在15以上 你看比亚迪这个三电系统也确实很强大 那么我们来上高速看一下在高速上面 就混动车的油耗还有电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 走着 西越华山 其实华山论件这个事呢 放在现在的任何一个市场当中都很常见 尤其是在汽车市场当中 Song Plus DMI冠军版的这个区间内 而且恰好有四台车 除了它之外 骁龙MAX 银河L7 长安欧上 Z6 IDD 这谁是东斜吸毒 南地北盖呢 大家来评一评 其实今天我们从西安出发 前往北京 一路上1000多公里 大概都是高速公路 但是在操控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发现 这个新款的Song Plus DMI冠军版 它在这方面还是有所加强 比如说在低速的情况下 翻盘比较轻 操纵起来很轻松 上了高速之后 它的阻尼会加大那么一点点 你在操控的时候 可以很轻松地去搬动它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开这台车上手难度确实不高 那以前Song Plus DMI 它的这个巡航系统 或者说主要以ACC为主 但现在呢 新款的车型是配备了 有智能领航系统 只需要一键开启 就可以激活 然后来调整速度 并且调整和前车的距离 看现在 我把脚已经收回来了 只需要浮稳方向盘 而且我发现啊 比亚迪以前在做车道保持 这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 但是现在这个新款的 Song Plus DMI冠军版 它是可以很好的 稳稳的保持居中位置 并且修正的幅度 也不是特别大 你看现在这段路 其实起伏不行 它还是能够按照 中间的这个线路去行进 所以我是完全可以有一个 非常省力的驾驶过程 这一千多公里 应该不会太累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啊 这个车它的智能领航系统 水平到底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已经在 这几个品牌的车型当中 算是相当不错 中上水准吧 可能跟那些造车新势力的 那种智能领航系统 或者说叫做智能服务驾驶 有一定的区别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比较接近了 就现在比亚迪慢慢的 把这一块短板给补齐了之后 它的车型就是更为全面的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郑州了 目前我们是行驶了 有521公里 而且我看了一下 我们出发的时候 这个油表上面显示的理论续航 是1094公里 但是现在加起来的话 已经超过了那个数据 说明一点 就是在满电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实际续航非常的实在 甚至超过了理论续航 现在这一套三电系统 以及发动机这个插纹系统 它的一个高效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都是现在的一个天花板级别 OK 我们休整一晚 明天继续出发前往石家庄 好 朋友们 我们要开始第二天的行程 从郑州出发去往石家庄 The Adison Plus DMI冠军版 它的这个大电机是起到了大作用 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驱动车辆 并且不用发动机来介入 到现在为止它的电耗也比较合理啊 13.4度每百公里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电耗的话 我觉得在城里边 150公里这个版本随便跑了 130问题是不大的 那么城区的通勤上下班是可以覆盖了 包括郊区的一个来回 周末的小自驾游 那也是没问题 昨天我主要是为了体验 HEV模式在不同工况下的表现 确实它很智能 发动机介入的时机也比较到位 那今天我们出发到现在为止用的EV模式 我发现SOM Plus DMI冠军版 它这个大电机 不论是在城区还是高速巡航 即便我现在在100的时速下面 再加油 还有那么一点点推背感 要上120也是轻轻松松 并且电耗也大概只是在 一个21到25千瓦时之间 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这个电池组越大 它的这个效率应该是会越高 并且整体它电机的耗电量 并不是特别大 那我再开到HEV模式呢 现在回来之后 我能感受到 一旦是满电的情况下 发动机是不会轻易去介入的 而且呢 就即便是串联模式 它都不会去使用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比亚迪这一套插魂系统 它是设定的相当的智能 刚才我们说了比亚迪SOM Plus DMI冠军版 它的能耗表现相当出色的 那大家猜一下 这台车它的一个最经济的行驶的 时速区间是多少 三二一 来介绍答案 其实就是80到100 我们在这个区间内 80左右基本输出的功率 也就在12到14千瓦时 然后100呢 如果在一些比较平缓的路段 也能保持在15以内 就这个电耗水平 你打几倍 一 跟比亚迪SOM Plus DMI冠军版相处了两天 我发现有三个点改进的非常的成功 首先就是这一块 因为内饰整体它虽然没有变化 但这一块一方面是实用性增加了 就是两块无线充电板 而且我两个手机 它的充电效率确实很高 那另外呢 就是这块面板的改进 可以让整个内饰的颜值提升20% 因为这块面板我们之前在体验海报 DMI的时候也是看到了 它的这个布局一方面非常的合理 包括启动按键调节模式都在靠我的这边 还有就这个水晶挡霸超好用 你只要是轻轻的拨动它 就这个地方 哎 点个赞 那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车它的一个底盘的调教 我觉得比现款的车型还是要做的更强一点 首先加装了FSB 这个大家都知道 比亚迪现在在为全系的车型去加装FSD 不论是汗还是糖 都能感受到底盘的质感是有明显的改进 那么在Song Plus DMI身上也一样 我能感受到它的底盘的行驶质感 会增加有30%以上 并且呢 在一些坑洼的路面 这个FSD啊 它虽然是被动式的可变阻尼 但起码能够做到 让车内的成员有更舒适的一个感受 另外 在操控方面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提升 总的来说 Song Plus DMI冠军版 现在真的是找不到太多的短板 别看现在是下午一个逆光 但其实我们这台车走在路上 非常的显眼 原因是它是一个叫做天青色的颜色 呃 其实它跟汉唐的冰川蓝有一点区别 我觉得它应该要亮一些 而且天青色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在这首歌里边 而我在等你 现在我们来到十二庄市 来总结一下能耗方面的表现吧 今天的Song Plus DMI冠军版表显 这边最近50公里 5.4 那这边的总和是4.9升每百公里 这4.9 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 今天没有阳光明媚 但是我们呢继续出发 前往北京最后三百多公里 其实很简单 也全程高速 那我们主要目的还是看一下能耗 因为昨天基本上在5.5升 每百公里折合的这个状态左右 那么今天我们去北京也是一路畅通 估计也就在这个水平吧 反正总体来讲 我觉得开空调去跑高速的话 比阿迪Song Plus DMI冠军版 是非常的省的 就自驾游这一点 或是你去两个城之间办事通勤 他都可以完美的去胜任 出发 我在试驾以后觉得这个冠军版是名副其实 首先外观更换 内饰做优化 配置提升 续航增加 而且在舒适性方面也有明显的升级 所以说这台车它的全面性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而且在对比同级的车型的时候 它依旧采用的是一个行星齿轮式的ECVT来作为传动系统 而不像其他的品牌搞个两档三档DHT其实反而更为复杂 就这一套系统的运行效率来看 我们每天基本上高速120巡航就在5.5升左右的油耗已经是非常的省了 其实从西安到北京这1180公里左右 如果省一点开的话 我觉得一箱油加两个满电是能够跑到的 就这个用车成本还用担心什么呢 所以说这个车不论是城区的通勤还是自驾油 它都非常的适合 显然就是一部能够满足家庭使用的插混中型SUV 在最后我发现Song Plus DMI冠军版还有一个重大的功能升级 那就是除了钥匙和卡片可以开启车辆之外 手机可以通过蓝牙控制车辆 还有增加了苹果手表开启NFC的功能更加的方便了 好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关于Song Plus DMI冠军版 我们可以在后台留言一起来探讨吧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